我覺得有那些角色在哪兒是因為我運氣好 現階段正在推翻和正在打碎重組 在這部戲就是每天就真的非常興奮 都在學 表演是什麼 其實真的不是那幾行字 你把它說出來就好了 Hello 新華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蜜 應該算是《紅樓夢》吧 我覺得李少宏導演對我來說 是一個表演上的啟蒙老師 雖然在《紅樓夢》之前我也拍過其他的戲 但是沒有像在《紅樓夢》的時候的那種狀態和感覺 對 然後第一次知道打碎掉 然後去塑造角色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現在的這部戲 就是經常會讓我想起來《紅樓夢》的時候的一些場景 和當時跟導演的對話 還有那種狀態 就很多年沒有過那種 以一個鏡頭 拍個十幾遍的那種感覺 然後導演會讓你一直試 然後告訴你 劇本以外的東西 這部戲每一天都在緊張 我這部戲請了表演老師 然後就是每天 我們倆就在家砸那個詞 去現場的時候就不帶劇本嘛 再覺得自己可以在台詞 沒有任何問題的基礎上 或者是情緒沒有任何問題的基礎上 然後再去吸收和消化導演 在現場新給你的東西 每天就像開盲盒一樣 我大家試了無數遍 到現場 導演又會給你一個新的驚喜 從一開始 在上大學之前其實就已經拍戲了嘛 那個時候完全就是在一個試探 就覺得自己可不可以 能不能行 是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一個職業演員 他都不成形在我這裡 他就是只是兩個字 但是他是什麼我不知道 到後來可能 剛剛聊的跟上空導演的時候 那種學習 包括可能中間會聽到各種各樣的 褒獎也好 批評也好的聲音 也會有很多不知所措的階段 反正在別人認可的時候 我開始質疑自己 但是我覺得是運氣很好 有一些機緣巧合吧 然後就會發現 這樣下去不行 因為我當下正在拍著 《哈爾賓944》這部戲 然後在跟張力導演 學習著合作著的時候 就是已經不是 是純粹的說完成劇本 或者說賦予劇本 以外的一些東西呈現在鏡頭前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很純粹的 一個享受和學習的一個過程 表演是什麼 其實真的不是那幾行字 你把它說出來就好了 這其中掺杂著大量的人生樂歷 然後社會關係 人物關係 所有的東西都在裡面 有的時候台詞 你不說話都沒關係 但是我們這場戲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以及人物的關係 我覺得是我現階段學習到的東西 我以前覺得塑造一個角色的關鍵就是 我認真努力吃透劇本 了解劇情 然後盡量按照大家的想像去完成 和能力之內做到最好 我覺得有那些角色在那兒是因為我運氣好 就是一直以來的一些表演的 慣性的一些思維完成它們 不成問題 但是就是你突然間開始在固定的在 慣性思維去做一件事情和去處理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是不對的 現階段正在推翻和正在打碎重組 在這部戲就是每天就真的非常興奮 都在學 就是因為在我能力範圍內 我覺得我只是把人物關係梳理好 現場導演給你的東西 盡可能地去吸收 也特別謝謝這部戲 就導演給我很大的空間 然後也願意給我時間和耐心 讓我去去學 然後去適應 去重組 現階段階系看重的因素 其實就是劇本和角色本身能不能夠打動 或者說是能不能夠適合我 還有挑戰 因為現在的飾演的這個角色 是以前我從來沒有試過的類型 很過癮 好幸運說能接到這樣的角色很開心 對 然後我覺得說 這個是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年紀吧 可能也不想再去考慮一些 覺得別人眼中重要的事情 對劇本的時候 然後一次一次試裝跟導演聊天的時候 看導演那有一本書 因為導演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課 然後還把那本書借回去 看了一看 然後看1944年左右發生的一些事情 就是跟我角色有關的 那個年代的咖啡機 然後車 各種各樣的東西 都還原的非常的驚喜 那個年代的槍是什麼樣子 然後拆子彈那些學 然後都會去了解 都提前去上課去學 還甚至學到跳舞 這部戲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氛圍 之前都比著不帶劇本去現場 我覺得現在的劇很多 然後好劇也有很多 把現在的觀眾們 我覺得口味都養雕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這樣更多真正好的作品 才能被大家看到 就是大家覺得說 原來我們的劇 可以創作水平在這兒 然後我們的電影 可以有這樣的高度 就是大家會看到說 我們有這麼好的作品在 對 所以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 創作者來說 也是一個很有壓力 但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其實不知道 年輕觀眾喜歡什麼 就是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還是 還是適合第一 就可能我相信很多人 在狂飆之前 也未必會看警匪片 也不知道有一個劇 可以叫做漫長的季節 好的作品會被看到 然後也提高了大家的審美 其實我也慢慢非常 就是慢慢對這些中中國傳統文化 還是會有興趣的 然後因為家裡的人也會看警劇 我之前也有幸上過一次 弘揚我們警劇的一個節目 我覺得我們其實是有責任的 然後讓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知道 包括我們北京的豆汁 然後麻花 鋁打滾 然後包括那種小唐仁 都是我們小時候玩的吃的 對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他們仍然是 我覺得是非常新鮮的 希望越來越多的人 可以了解到中國的這種傳統文化 不只是經劇 不只是這些吃的喝的 我很喜歡張力導演 我大概其實跟他聊過一些我的狀況 然後導演說 人生就是不斷掙脫枷鎖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們也聊了我這個角色叫官學 我覺得他出現的時間點 對於我來說也像是一種救贖 導演跟我說 就是官學這個人 導演說了一句話 叫劍麻壓在石頭底 劍麻就是那種很鋒利的那種植物 就算是用石頭把它壓住 但只要給它一點水和一點空氣 它還是能穿過石頭 然後鋒芒鼻露長出來 未來還是希望能夠 把演員這個角色做好 以前一直在說自己做一個好演員 想要做一個好演員 但卻是暗語現狀 然後被一些聲音所包裹住 那既然決定撕碎了好好做 就希望不辜負大家的期待 然後不辜負所有人的努力 去好好地拍好每一部作品